一股能量的撞击之声响彻天际 而由飓风形成的天望 竟然有着非常强大的抵挡之力 就算是寒冰巨兽 都无法彻底地冲破这道天望 此时 紫衣秦的面色凝重地望着那不断冲撞在 飓风天望的寒冰巨兽 她知晓 自己这一招的破坏力究竟有多么的惊人 但是与风无痕的对战之下 彼此都是处于势均力敌 所有的攻势皆是相互的抵消了 紫衣秦你的实力还真不是吹嘘的 我风无痕修炼的风道攻势 竟然也无法彻底击败 以风无痕望着那一次次疯狂撞击在 天望之上的寒冰巨兽 神色都是一尘 用尽所有的元气 不断地与紫衣秦那强大攻势 持续地对碰着 见到风无痕那放手一搏的姿态 紫衣秦也是手臂一抖 只见得寒冰元气变得更加的磅礴起来 直接汇聚在千丈庞大的寒冰巨兽上 寒冰巨兽面露猙獰之色 一道可怕的咆哮之声 不断地响彻天际 张开锯嘴 吞吐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灵力无匹 暴势而出 闪电般的轰击在整个天网之上 可怕至极的寒冰之力 将天网牢牢地紧固起来 原本还在蠕动的天网此刻 直接禁止了动作 紫衣秦的这一招 乃是用尽了全部的力量 胜与败就在这一招 片刻之后 天网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但是在崩溃的同时 那道寒冰之力 所形成的寒冰巨兽身躯上 也是被飓风的强大冲击 给硬生生地碎裂开来 而且直接被飓风 轰击出了一个两个的大洞 狂暴的能量波动 不停地在肆虐开来 并且直接掀起了空间的热浪 一道道能量的涟漪波动 开始朝着四周席卷而开 直接震撼了方圆万里的范围 恐怖的能量光芒 将紫衣秦和风无痕 笼罩在了其中 众人皆是看不到其中的战局 因为能量对碰中产生出的余波 足以让实力稍弱的众人 都是感受到 皮肤上传来的阵阵剧痛 根本无法靠近那处战斗的区域 风暴之声不断地响起 整个空间都是升起了一股股蘑菇云 冲天起 此次的战斗 恐怕也已经要接入尾声了 究竟是紫霄玉一方胜利 还是风足一方胜利 还不得而知 经过片刻之后 天空中的能量渐渐地消散 众人的眉头再度紧皱起来 因为他们便是看到 在那能量爆炸的区域上 两道身影倒势而出 一男一女的狼狈 身影直接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之上 并且轰出了一道巨大的深坑 看样子 这一场战斗 双方两败俱伤 不过能够击败紫霄玉的紫衣秦 想必那风足的风无痕 其实也达到了可怕的地步 萧炎与王羲的身影 直接掠到紫衣秦的落点之地 看到紫衣秦那全身 是血迹的身躯 以及所散发出来的元气 都是非常的唯独 脸上出现苍白之色 看样子 她也受了重伤 王羲立马扶起紫衣秦关心道 疫情 没事吧 后者由于是伤势太过严重 连话说的力气都没有 如果不及时救治 恐怕凶多吉少 萧炎则是直接从那戒中 拿出了一枚先品的疗伤丹药 给紫衣秦服了下去 这是一枚先品丹药 你现在催动所剩的元气 将丹药吸收 应该能够慢慢恢复伤势 而紫衣秦点点头 在王羲的搀扶下 紫衣秦盘腿坐 双手结印 体内的元气 开始将刚刚服用的丹药包裹 进行吸收其中的强大药力 然后萧炎的目光 则是望向了 同样也是重伤的 风无痕 此人的实力 比寒光里更强 这次要不是联合了 紫萧玉这支队伍吗 恐怕他们也对其束手无策 你们输了 如果不服气 那么就继续打 如果服气了 那么就交出你们所有的 阻气之脉 萧炎一脸笑意 但是这种笑意 充满着一丝危机之感 脸上的苍白更是加剧了几分 他用那恶狠狠的眼神 紧紧盯着萧炎 恨不得想直接撕碎 自己眼前的萧炎 不交出来是吧 萧炎见到风无痕 依旧没有交出祖气之脉 迈出向前 缓缓抬起手中的黑色锯齿 然后对着风无痕的脑袋 而后者见状 只能银牙一咬 非常不甘心地 交出了自己风族的 所有祖气之脉 而后 又在寒族那里 夺取了祖气之脉 风族和寒族手里的祖气 基本都是终极祖气之脉 看样子 这些家伙 在其他强大势力中 夺取了很多啊 今日的收获还真不少 你们快滚吧 萧炎感受了一下 这些祖气的之脉能量后 目光冷冽地看着风无痕 和寒光里二人 此时他们二人 已经没有了再战的力气 所以今日这份仇 他们已经铭记在心 等日后他们 恢复了伤势 必定会加倍奉还 然后 他们二人恶狠狠地 望了一眼萧炎 以及王熙等人后 立马带着所剩不多的队伍之人 逃离了此处 不到片刻时间 这些人的身影 便是消失在萧炎等人的视野之中 溜得可真快啊 萧炎淡笑一声 其实刚刚也没有想要击杀他们二人 那是因为这些人 都是天元界的顶尖强者 如果将其击杀 那么对于天元界来说 也会损失两位顶尖的强者 毕竟说起来 自己来自下等级的世界 只要这些人 没有做出过分的事情 萧炎自然也不会为难他们 毕竟这是诸天气韵之争 征战在所难免 可是在这里面杀人则是不多见的 而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要多得更多的祖气之脉 寻找高级祖气 到时候获得的祖气越多 那么对于自身的修为 则是有着巨大的提升 见到这一场战斗 终于结束 苍玄天穴海域 以及紫萧玉的这一众人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经过半日时间的恢复 紫衣情的伤势渐渐的好转 原本苍白如雪的脸色 也慢慢的红润起来 这次多亏了你们紫萧玉 不然凭借我们是无法击败风族 这等强族 刚刚从风族寒族那里 夺取的一些祖气之脉 我便分配给你们 萧炎见到紫衣情的伤势 恢复了一些 便是直接掏出数道祖气 然后化作一道道光芒 射入每一个人的手里 刚刚多谢你的丹药 没想到你 不仅实力强大 竟然还是一位炼药师 恐怕就算是我都已经赶不上你了 紫衣情借着这次的战斗 也知晓了萧炎的强大之处 并不再有一点的怀疑 萧炎的实力会比自己弱 他笑盈盈的道 那双清澈明眸中 带着一点点小崇拜的色彩 萧炎也是一笑 先前风无痕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直接是超越寒光里的存在 按照萧炎的估计 如果是自己战斗力全开的话 都未必能够有把握战胜风无痕 紫衣情也是萧炎的握紧小拳头 伸了出来 与萧炎拳头轻轻地碰了碰 合作愉快 既然大家依旧恢复得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就继续前行吧 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挑战 在迎接我们那 萧炎的目光 看向古原天的深处 那里将会是比 风无痕和寒光里 更强大的强者战场 而超越风无痕和寒光里的那些强者 基本都是天元界主宰之中 最巅峰的强大存在 击败了风族和寒族 还有更强的雷族 暗天族 这些堪比武神域 和天元域的强大队伍 之前在进入古原天前 所遇到了那位 以一人之力 击败了一道影视的顶尖势力 而此人正是王无天 想必这位王无天的实力 将会是诸天气运之争中 最棘手的强大存在了 而后 苍悬天血海域 以及紫霄玉三支队伍 开始朝着古原天的深处走去 与此同时 在古原天的另一处地方 数道狼狈的身影 渐渐地浮现 而这些人 正是风族和寒族的两支队伍 在队伍的最前方 有着两道身影 他们正是风无痕和寒光里二人 他们的面色 此时变得格外的阴沉 因为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败在那些萧炎的手中 而且连所有祖气之脉 都被全部夺走 导致如今变得如此的狼狈 以他们的性子 这个仇必然会加倍奉还 真是小瞧了萧炎这小子 寒光里眼神阴影 眼中寒意疯狂地流转 同时 他隐隐地有点后悔 这萧炎竟然能够如此的强大 一对一的情况下 竟然自己败得如此的彻底 早知道 当初就应该先对萧炎动手 就不会出现 他们联合子萧玉的那支队伍 最起码 他们也不会如此的狼狈 原本自己埋伏对其邪海域出手 没想到 对方早已射了一场局 引他们上钩 该死 真是该死 风无痕 面旁扭曲 不断发出了一道愤怒的咆哮 眼中的怨毒 犹如实质一般 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一次 他会损失如此的惨重 现在的风无痕 无疑是真正的虎落平阳啊 不过跟陨落比起来 这些代价 总归是能够接受的 硝烟 此疫情 你们给我等着吧 等我恢复了实力和伤势 我一定要你们无比的 后悔 此时的风无痕 如同发狂的野兽一般 不过他也明白 现在自身的状态极差 恐怕随便来一位小主宰 都能够将其斩杀 所以他必须尽快地赶回 他们五大强族联合的大本营 只要回到大本营 借助着煞族 雷族 以及暗天族的力量 想必就算是武神域 和天渊域那些队伍来了 他们也不会拒怕 而且硝烟等人 一旦进入他们的大本营 恐怕也只能有来无回了 忽然 风无痕和寒光里 那星红的眼瞳 看了一眼遥远的后方 他们能够感觉到那里有着 一道极为可怕的 气息波动浮现 而且那股元气极其的诡异 似乎让人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该死是什么人 风无痕 神色变得极为的凝重 无痕兄 此处距离大本营 还有着一段距离 身后的那些诡异气息 不知是什么人 似乎好像往我们这里 急速掠来 怎么办 寒光里一脸惊慌 这也是他头一次出现 如此惊慌失措的样子 作为最强 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 竟然被身后的 那道诡异气息给吓到了 而风无痕的眼神闪烁 眼下他体内元气也所剩无几 根本无法脱身 而他们的位置 也很有可能 已经被后面的人发现 风无痕 嘴中沉没了片刻之后 突然狠狠地一咬牙 想跑 晚了 一道诡异的声音 在他们的不远处响起 下一瞬 一道充满着毁灭气息的 黑色光束 便是暴射而出 直射他们面前的 风足寒足的一众人 这道黑色光束所过之处 竟然连虚空 都是被撕裂出 一道深深的痕迹 诸天生灵 都去死吧 一道极度阴森的声音 再度传出 在昏暗的夜空之下 一道黑色的光束 以惊人的速度掠过天际 其速度之快 直接是引起了阴暴之声 一道道的可怕气浪 瞬间扩散开来 而风足和寒足的一众人 竟然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瞬间被这道黑色光束 给击中 身躯爆裂 鲜红的血腥之味 直接弥漫此处的空间 就连风无痕 和寒光里这等顶尖 强者 都无法掩饰心中的惊慌之意 刚刚这道黑色光束 出现得太过可怕了 竟然紧紧不到树西之间 他们的队伍之人 皆是陨落 只剩他们二人 此时的他们 面色变得极为惨白 浑身元气也是起伏不定 处于一种极端紊乱失控的状态 下一刻 寒光里的双臂突然炸裂开来 鲜血流淌间 断臂脱落 鲜血当即喷出 还没等寒光里反应过来 诡异的黑气 瞬间缠绕其上 然后硬生生的 将其彻底的吞噬殆尽 一旁的风无痕见状 眼珠子都差点要掉出来了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够让人一瞬间 彻底的失去生机 风无痕催动 最后所剩的风属性 元气 元气包裹全身 然后便是化为一道飓风 对着前方的一处 黑暗的山林方向 暴射而去 其速度异常的快 竭尽全力的 冲入树林之中后 便是收敛起元气的波动 悄然的低空前行 没入黑暗的山林间 消失不见 片刻之后 一道漆黑的身影浮现 然后阴森的目光 看了一眼前方的山林 发出一道诡异之声 风属性的元气 不过 想要在我面前逃跑 那是不存在的 然后这道漆黑身影 便是化为一道黑暗流光 掠进了山林之中 此时在一座山体中 风属痕找到一处隐秘的地方 静静地躺在地上 浑身的元气 静数地收敛 一般不会有人发现 虚弱的状态 持续了半可钟之后 风属痕那紧闭的眼目 方才缓缓睁开 在她的感知中 那追击而来的 诡异气息 应该没有发现 她躲在此处 她看了一眼 自己此时的状态 眼角微微地抽搐了一下 她从未想过 她风属痕竟然有一天 会如此的狼狈 不过 想要杀她风属痕 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不过一想起寒光里 瞬间被拿到 诡异的黑气吞噬 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风属痕也不再多想 此时的她 只想恢复伤势和实力 旋即心念一动 从那界之中 拿出了一枚丹药 丹药一出 便是散发出极为浓郁的丹香 虽然如今自身的伤势比较重 但是这一枚丹药 乃是自己在暗天族中 唤取而来的疗伤丹药 应该能够将一些伤势修复 然后再潜藏一些时间 带的实力有所恢复 再回大本营 风无痕望着眼前的这枚丹药 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旋即张开嘴巴 就要将其吞幅而下 不过 就当丹药即将入口的那一瞬间 风无痕的身躯一颤 便是震惊地发现 丹药悬浮在面前 纹丝不动 不论她如何的催动 都是无法入嘴 一道诡异的声音 再度熟悉地 在黑暗山洞中 响起 风无痕浑身 汗毛顿时倒竖起来 目光阴狠地投向那黑暗之中 怒吼道 是谁 只见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掌 指尖一勾 那风风无痕手中的丹药 便是缓缓地漂浮到那只手掌之中 细微的脚步声 从黑暗中传了出来 而当那道诡异的身影 走出黑暗时 风无痕的眼睛 陡然瞪得更大起来 其中满是透着震惊之色 你是什么人 那走出黑暗中的身影 指着掌心中的丹药 阴森道 你是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寒族领头人已经陨落 而你风族领头人 也将会成为我手中的废墟 闻言 风无痕心头 猛然一颤 一股死亡的气息 瞬间在心头里浮现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 黑影则是发出刺耳的声音 要怪就怪你是诸天的生灵 这一次 你们谁都逃不了 你为何要这么做 不要杀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 没想到自己最后不仅狼狈不说 还如此低头苟言残喘 虽然这让风无痕没脸见人 但是只要有生存下来的希望 他都愿意一世 望着风无痕如此能屈能伸 黑影的身躯微微移动 然后淡漠地出声道 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 影视五大强族之一的风族领袖人 竟然能够做到这般 还真是能够做大事的人 只不过不管如何 你们诸天生灵都是死 听到这黑影依旧对自己下手 风无痕顿时暴怒道 我和你拼了 知晓了自己今日的处境 那么必然难逃一死 既然如此 那么就同归于尽吧 风无痕突然大笑起来 我身为风族的一号人物 今日竟然会再次陨落 真是不甘心啊 黑影对着风无痕缓缓缓地走近 在其身躯之上 有着诡异的黑气弥漫出来 风无痕虽然浑身颤抖 眼中有着恐惧流露出来 但是还是迎牙一咬 将自身所剩的元气催动而起 然后身躯开始不断地膨胀起来 想要自爆吗 我说了 今日你得死 何必多此一举 黑影距离风无痕越来越近 虽然感受到自爆的那股能量极其强大 但是在对于黑影来看 却是毫无意义地挣扎 黑影突然咧嘴 阴森一笑 露出白牙 在这黑暗山洞中 显得极为地让人毛骨悚然 诡异的黑气 开始朝着风无痕迷漫去 一股极度可怕的吞噬之力 将肉体膨胀到极致的风 无痕完全地包裹而下 而随着这些诡异的黑气 包裹在风无痕身躯的时候 体内的元气 都是瞬间地被 这些黑气所吞噬殆尽 原本即将自爆的肉体 在此刻竟然连自爆的机会 都没有了 风无痕眼中的恐惧 浓郁到了极致 他疯狂地退后 身上的伤口处鲜血流淌而出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啊 诡异的黑气自山洞中弥漫 最后黑气如墨水般地 侵蚀了风无痕的身躯 将它彻底地吞噬其中 山洞内 也是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夜幕笼罩了整个山林 一处山壁突然碎裂开来 一道黑影 缓步自其中走出 它立于山崖边 望着那夜色中 险峻的风乱叠障 嘴角有着一抹诡异笑容浮现 计划了这么长时间的谋划 总算是在今日开始实施了 诸天生灵的一切 将会在这一场计划中 感到绝望 黑影回头看了一眼山洞内 微笑道 风卒的强者 果然元气不凡 吞噬了之后 竟然能够有着如此多的实力提升 接下来就是吞噬其他各大诸天的生灵了 黑影伸开双手 然后对着前方大笑起来 周身的元气涌动 竟然超越了主宰巅峰 达到了准神境 最终这道黑影 再度锁定了古元天中的其他队伍 便是化为一道黑芒 直接朝着另一处飞去 如今五大强族已经被灭了两族 古元天中的队伍 也都是越来越强大 他们也正在全力地找寻着高级的阻气之脉 这古元天的机缘 已经慢慢地进入高潮部分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硝烟紫意情王熙等人 率领着苍玄天子霄 玉学海域一众队伍 开始了大规模的探寻阻气之脉 而在这种权力探寻之下 他们的收获自然是相当的不菲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甚至连营地的位置都已经变了几次 其中的收获 可想而知是多么的丰富 除了硝烟一等人之外 混元天其他的顶尖势力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中大肆扩张 犹如蝗虫过境般 收刮着一切的阻气 这期间 混元天各方顶尖势力倒还算是平和 唯有影视的五大强族传出了一些动荡 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风族风无痕 寒族寒光里皆是陨落 这个消息在刚传出的时候 无疑是各方势力震撼莫名 因为那陨落之人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而是这两大势力 都能够比肩混元天的前无顶尖势力 可是就算如此 以及紫衣秦等人也是感到一脸骇然 因为当初他们与风无痕和寒光里战斗之后 虽然有重伤 但是想要击杀他们依旧有点难 而当萧妍他们听到消息后 风无痕和寒光里二人皆是被击杀 足以让人震惊疑惑 那么击杀风无痕和寒光里的强者究竟是谁 种种疑惑 让古元天中的各大势力队伍都是无法想明白 随着风族和寒族这等队伍的陨落 在各方势力中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此前又传出的消息 影视五大强族的杀族队伍 在外出探索捕猎祖气之脉之时 也同样遭遇到了极为厉害的袭击 所有杀族队伍皆是云命 而且他们的死法极其的诡异 身上的元气不仅被抽干 就连尸骨都没有 这样的各方势力更是惊惧万分 毕竟这段时间探索下来 虽说不乏一些强大的顶尖势力 但就算是杀族队伍之人的实力 打不过对手 想要逃脱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为何就连杀族的领头人杀杀 都没灯淘出来呢 要知道杀杀的实力与寒光里相差不多 所以将要击杀杀杀基本是不可能的 难道说他们所遇见的强者 已经强大到连他这等实力之人 都难以逃命的程度了 随着杀族队伍的允命 无人知晓其中确切的情况 但是为了安全着想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中 各方势力在探索时 倒是变得小心谨慎了许多